新加坡新诗朗诵 铁笔册写英培安 取自今天2021年1月6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艺城 作者谢清 朗诵 陈锤良 诗人在《复记》中写道 裴安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 从小与他走过不少相近的路 年少时他也对绘画十分有兴趣 其后大家也加入文艺队伍 都是当时很有充力的文青 其后见证他人生的大风大浪机遇 自己十分分慢 裴安医生都是以书生姿态面人 不愧是现代文人的一种典范 将一生托付给笔后 引直升利 要走的路肯定不会笔直 突显 突显人的梦不断 铁核关不住的飞翔 关死污不了的名声 终归是托周虚梦 放眼处 虚描终究扑面 沙上的足迹 潮汐的一种短暂 且美丽的记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